楼市不明朗,买家入市意欲大减,十大蓝丑屋苑丹月交头跌穿200宗,创近两年,21个月,新低。东冲影湾园及侧鱼冲太古城等五个屋苑齐跌三成以上。 其中影湾园更按月错余半,同期七个屋苑楼价走下坡,沙田第一成为跌幅黄,按月急错5.2%,综合市场消息,十大蓝丑屋苑本月站670宗成交,为2019年12月录得118宗近两年,21个月,最少。 据上一次单月不足200宗交易已追溯至去年2月,当时只有195宗,若与上月同期六212宗相比。 本月跌幅达42宗或19.8%,10个屋苑中只有红磡黄埔花园及沙田第一成成交力保不失。 影湾园表现最差,中数按月大减13宗或56.5%, 至60宗,同为2019年12月录得9宗后于一年新低。 而屋苑本月平均尺价亦按月回落2.3%, 由上月录12770元,跌至12470元。 美联物业助理区域经理方吉和指出,近期股市急错,虽未一面倒打击准买家看楼易浴,但那些客人就明显预期业主会肯减多点。 普遍预期有5%以上减幅,但实质影湾园业主只肯提供2%至3%减价空间。 买卖双方拉脚,若市场气氛持续僵持不下,估计下月或有更多业主扩大减幅,以增加买楼成功率。 观塘例港城同期交投也错至12宗,为去年8月录得8宗后于一年最淡,按月跌幅达7宗或36.8%。 仅次影湾园,而港岛三个蓝丑屋苑更全均幅没,分别按月跌31.3%及35%。 当中则如冲太古城及康仪花园齐齐由上月录20宗,一同跌至本月的13宗,跌幅有35%。 反观,黄埔花园受惠陆续有业主增加以价空间,本月交投突围,成为唯一陆增幅屋苑。 按月微多两宗或11.8%。 中原地产发言人周德龙说,黄埔花园占有业主接受略低市价3%至5%出货。 如11旗10座中层B室3房户,实用面积639方尺,原叫价1138万元,外于股市大幅波动。 原业主缸累减至1068万元把单位沽与同屋苑换楼客。 造价平时价约3%。 尺价16714元。 年同该中交易,该屋苑本月已有4中低于市价成交。 卖平3%至5%。 而前述11旗单位的原业主2015年施870万元扣入。 离场账面仍赚198万元或22.8%。 另一方面,十大屋苑楼价经过多月冲高后, 部分屋苑初现疲态,本月7个屋苑楼价走下坡。 当中沙田第一成平均尺价更错至今年5月617158元以来的4个月低位。 本月报17366元。 上月同期执为18313元。 荔枝国美孚新村平均尺价也见3个月新低。 报13879元。 与上月14274元比较下滑2.8%。 另边商。 市场豪客不绝。 再有买家耿大额纳税入市。 据土地注册处资料。 博福林贝沙湾四旗五座中层A室4房户。 实用面积1798方尺。 本月年车位以7300万元售出。 尺价40601元。 买家以公司名义入市。 需支付相当楼价30%辣税达2190万元。 原业主2005年施2486万元扣入单位。 同年再施52万元扣入车位。 现一拼估出账面赚4762万元或1.9倍。 新阅调部于新阅调部于新阅调和新阅调部于新阅调部于新阅调部于新阅调部上民族的其中备市場。 既然此外国移客を算入市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